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了杀手级的AI晶片B200 说是这效能比前一代可以提升30倍 而这款新的晶片是由台积电4奈米制成代工 黄仁勋也示范了用AI预测台湾台风的路径 让世界看见台湾 全球都在等回答创办人 黄仁勋引领AI的工业革命 身穿招牌的皮衣 黄仁勋在回答年会GTC上 推出杀手级的AI运算晶片 采用回答全新的架构Blackwell GPU晶片名为B200 由2080亿个电晶体组成 支援AI大模型推理并扩展到10兆参数 效能是前一代H100的30倍 还是台积电4奈米制成代工 黄仁勋还列举强大的AI可以对抗 气候变迁 台湾出身的黄仁勋是泛用AI气象模拟系统 来模拟台湾的台风路径 预测尺度从以往的25公里 大幅越境到2公里 这场回答年度盛会不只是看见台湾 现场挤满1.1万自家员工 供应商 客户跟投资人 见证黄仁勋打开AI的未来大门 TV选送不到 而黄仁勋也在结尾秀出了一个亮点 就是介绍两个大约90公分高的人形机器人 这是使用了回答全新的平台 包含能驱动机器人和AI的电脑系统 黄仁勋在台上和小机器人的互动 更是充满效果 大约90公分高 一举一律的小小机器人 拆着摇摇晃晃的步伐出现在舞台上 AI晶片龙头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在GTC大会的尾声 介绍由迪士尼团队设计 使用回答晶片与技术的最新人心机器人 黄仁勋本来打算跟小机器人一起结尾 但是他们仿佛都很有自己的个性 小绿像是害羞的孩子待在原地不动 小菊则是遵守指令后想要得到奖励 回答在年度GTC大会上 秀出杀手机晶片以及人形机器人 股价在周一一开盘就直接突破900美元 开高走高后又迅速下跌 最后收在884.55美元上涨幅度百分之零点七 美股受到科技股的振奋 三大指数起涨 道琼指数上涨百分之零点二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百分之零点八二 标准普尔500指数则是上涨了百分之零点六三 唯有废城半导体指数 中场以微跌零点一点作收 TVB新闻总和报道 南韩在18号主办了第三届的民主峰会 来自英国欧盟和美国等全球高层官员 齐聚一堂 三天会议的主要议程 聚焦在对民主的数位威胁 科技如何促进民主 还有普世人权 而开幕式上南韩总统尹席月就说 各国有责任分享经验和智慧 利用人工智慧和科技来促进民主 而尹席月也强调 基于人工智慧和数位科技的假新闻 假资讯 不仅侵犯了个人自由和人权 也威胁到民主的体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表示 随着独裁和专制政权 利用科技破坏民主和人权 需要确保科技维持和支持 民主价值规范 两个人都没有提到任何国家 或是领导人的名字 而上周末 北韩的官方媒体就形容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 是伟大的丧导者 这句话也引发了揣测 尽管还是个少女 但是金主爱已经随着金正恩现身 在各大场合 是在周末金主恩跟父亲一起搭乘 俄罗斯总统普钦所赠送的豪车 一起出席了一间温室农场的开幕仪式 而朝中社就称呼金主爱 是伟大的丧导者 以往这种称呼只会用在形容最高领袖或是继任者 因此南韩统一部的发言人就表示 不排除北韩将打破拳头 金主爱将成为北韩下一位的领导人 俄罗斯总统普钦 以将近九成的得票率连任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致电来祝贺 不过西方国家的外长都批评 这是一场不公平的选举 倒是普钦在胜选之后他再度的警告北约 如果和俄军发生冲突的话 那么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不远了 听起来像放烟火 但抬头看爆炸光点 很可能是防空炮弹或某种极数弹药 俄罗斯边境地区警报响起 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反普钦 俄罗斯自由军团又发动跨境攻击 当天晚上疑似三十几架无人机 从乌克兰飞来 至少七架无人机 搭中边境炼油厂 看这架飞了 这架飞了 而这批无人机大军 也飞到莫斯科地区 爆炸震撼过后 人们把腿就跑 但不管是地面战 炮弹还是无人机 都没影响俄罗斯总统普钦胜选职业 带领竞选团队登台 以87.97%得票率连任 至少掌权到2030年 盛全演说里几乎不谈内政 普钦告诉国民 他才是捍卫国家安全的领导人 同时警告北约别挑战俄军 普钦也第一次正面回答 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在狱中死亡的遗云 普钦还证实 纳瓦尼死前几天 确实有人提议 拿纳瓦尼交换 关在西方国家的俄罗斯囚犯 而纳瓦尼一双尤利亚 目前人在德国 在柏林俄罗斯大使馆投票 尤利亚公开她怎么投 实际上我写了名字 纳瓦尼 使馆外大批海外俄罗斯人 大部分都来响应 投下废票表达抗议 反对派发起 要大家中午10分 投给普钦以外的候选人 或投废票 不止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都看到大白长龙 和抗议战争的底下 在摩尔多瓦 还有人对大使馆丢汽油弹 不过反对者终究只是少数 在普钦胜选当天 乌克兰南部 尼古拉耶夫成了 俄军火箭的攻击目标 第一次黑暗 那是黑暗 这是我 这次出现了 第二次我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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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没有看到 民宅内外一团乱 这波空袭至少造成一人死亡 普京连任总统 战争也得继续打下去 欧盟外长会议18号 正式通过加码50亿欧元 来军援乌克兰 要制裁对谋杀俄罗斯反对派 领导人纳瓦尼 有责任的30名俄国人员 也考虑制裁哈马斯组织 即在巴勒斯坦 屯肯区施暴的以色列人 而针对加码援助乌克兰的 50亿欧元 折合是1722亿台币的方法 是在现有欧洲和平机制 EPF基金之内 分设出来乌克兰协助基金 而EPF基金目前已经有 61亿的欧元又在援助乌克兰 而这次加码之后 韩已经动用支出的部分 将一共有110亿欧元 分配到乌克兰 其他则是用来援助非洲 等其他的动乱地区 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访问纽西兰 也会见了纽西兰总理和外长 王毅就提出 要打造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版 而纽西兰的外长则是透过声明说 对台海紧张的局势升温 感到担忧 大陆外长王毅访问纽西兰 18号在纽国首都威灵顿 与纽西兰总理卢克森 简单握手寒暄后展开会谈 王毅和卢克森见面时提到 希望和纽西兰加强合作 打造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升级版 建构和不同的国家间关系 在商业贸易合作上 双方谈得愉快 但同一天 纽国外长和王毅会面时 则是提出包括台海问题等分歧领域 王毅和纽西兰外长皮特斯闭门会晤后 皮特斯发布的声明提到 两国外长讨论包括人权和新疆 香港与西藏的状况 皮特斯还向大陆表达 纽西兰对台海紧张局势日益升温 感到担忧 同样因为台海问题 备受国际关注的还有 18号起一连三天 由南韩政府主办的民主峰会 邀请台湾官员 陆方表示不满 中方坚决反对 韩方邀请台湾当局参加 所谓的领导人民主峰会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次民主峰会 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英国副首相 甘比亚 印尼都派出外长级别代表参加 行政院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 则是在峰会上发表视讯演讲 但唐凤的安排南韩没有任何预告 会议议程也没有排列 TVBS新闻 邀请李明珍 综合报道 说到王毅 他也要在20号的时候访问坎培拉 更特别邀请了澳洲的总理集庭会面 这场会面也相当备受关注 有哪些值得我们持续来观察呢 邀请驻北京特派记者陈韵文告诉我们 好来看到这是关于中国大陆跟澳洲的外交关系 就是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将在明天20号访问澳洲坎培拉 会跟这个澳洲的外长黄英贤会晤 展开澳中之间的外交战略关系对话 并且呢也会跟澳洲的总理爱班尼斯会面 会谈到是中国大陆是否要解除 对澳洲葡萄酒的惩罚限关税 而另外一项引起当地媒体非常关注的就是 中国的外交部呢 特邀澳洲的前总理集庭会面 好这位澳洲的前总理集庭呢 他是非常反对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的人 他曾经批评呢 这个AUKUS呢是有史以来最糟的协议之外 也批评澳洲政府呢 将国家利益跟美国挂钩 经常让中国政府感到不安 所以来看到是当地的媒体 这个澳洲人报就形容 王毅此行呢 跟这个集庭会面 会令爱班尼斯政府呢 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干预 不过来看到是现在这位集庭 也发出了声明来反击 他强调呢 他是收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之外 也收到了澳洲内阁部门来信 表示会将会议提出适当的安排 虽然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干预 并且反批这个澳洲人报是非常反中的媒体 那再看到是他也回复了表示呢 他回复了这个中国外交部说 很乐意跟王毅一同探讨国际事务 并且强调是说呢 所有国家的前总理都会跟其他国家的部长来会面 这是个非常正常的交流互动 并且提到是呢 他非常支持爱班尼斯总理 也同样的支持这个外长黄一贤 要来稳定跟中国的关系 好不能看出是中国的一贯的外交的手腕 就是呢 去拉拢一些在西方国家 比较亲中反美的意见领袖 好还要再请教韵文的是 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竞争是日趋激烈 像是比亚迪和电商京东集团就达成了战略的合作协议 这项消息也激意了两家公司的股价 在3月18号都双双的维生 再请教韵文 好来看到就是关于呢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竞争是更加激烈了 因为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一哥比亚迪跟京东集团 就是电商的京东集团达成了协议 他们会基于各自的资源跟业务的优势上 在这个乘用车的行销与售后服务 还有商用车的全场景合作等等 还有这个特殊的场景定制等 展开全面的合作 那我们看到是这项消息 在昨天一出来之后呢 就刺激了这两家股票 在昨天港股的表现 在港股一开盘之后呢 比亚迪是上涨了1.71% 而京东是上涨了1.81% 那再看到是这个比亚迪的总裁 王传福就表示 中国的电动车之路呢 是一条荆棘之路 他们走到今天呢 是有喜有忧 这喜的是呢 这电动车市场空间还很大 但是忧的是 就是已经进到一种 日趋严厉的竞争 是一种惨烈的淘汰赛的阶段了 好我们再看到是 在过去一年 这中国大陆电动车呢 在香港市场崛起哦 我们看到是根据香港官方的统计数据指出呢 在去年香港这个前十大的汽车销售盘榜上 第一名是Tesla Tesla 第二名呢 是B&W 而第三名是Benz 被日本车所霸占的 而现在中国的电动车 可以挤身到这个前十名当中 算是非常罕见的 好说到能源车 当然也要达成 2050年 晋零崭新的目标 交通部在今年开始 要协助客运业 来把燃油公车淘汰 变成电动公车 而除此之外 在市面上也发现 台湾的电动车挂牌数 持续攀升 新能源车同步出发 油电车或纯电车 一字排开 各式各样 任君挑选 因应2050 晋零转型目标 租赁车业者也加紧脚步 逐步加强车队的华丽阵容 在租赁的市场当中 基本上就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 它是有两倍的一个成长 累计到今年为止 我们从2020到现在的话 我们其实已经有一千台的 电动车 有远见的公司 他们都非常的喜欢 用新能源的车辆 那因此在新能源的发展上面 我们是非常看好的 主要也是消费者反应热烈 足领车业者观察 新能源车在相同租金前提下 平均营收能高出约5% 显示各能吸引消费者 尤其是年轻族群 一般消费者的部分 对电动车是又爱又怕 那为什么讲又爱又怕呢 最主要是因为 跟他们用车的习惯不太一样 那但是呢 只要是要去购买的时候 其实会觉得害怕 因为他们会担心电动车 充电方便吗 使用起来 是不是跟油车差距会非常的大 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 新的商业的模式 是才可以采取 短租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共享的方式也好 让消费者有机会 可以更进一步的深度的体验 而政府持续推动运聚低碳化 也拉高需求 根据交通部统计 台湾电动车 2018年挂牌574辆 2019年3289辆 接着逐年成长 到了2022年 更是跳跃式的增长 卖出16558辆 2023年全年更值逼2.5万辆 根据产险工会统计 2023年全年产险业签单保费 达到2437亿元 年增近11% 而其中又以汽车业的 保险签单为最大宗 也就是说你想要在产险业界 争得龙头老大地位的话 一定要进行汽车保险 而且要主力放在这里 譬如说以去年为例 高达55.85% 很多交车都延期 所以去年是2023年 汽车交车大爆发 我们可以回顾这10年来 或20年来 汽车卖的最好就是去年 所以当然毫无疑问 它的占率就拉升上来 而且每一部新车 基本上都要保车体损失保险 也就是保全险 车体损失保险是费率最高的 金额最大 产险工会预估 2024年车险保费 上看新台币1325.6亿元 预期年增率将落在5%到6% 假设我们自己车子坏掉了 大概有的时候就摸摸鼻子 算了 我可能买便宜一点 可是我们需要赔给对方的时候 这就不是我们自己说的算了 对方就是坚持说 你就是要赔我 所以其实第三的责任险 还是优先规划的第一个顺序 不过以新能源车的保险来说 因为大多的零件 都以整组计算 再加上小型的传统修车场 可能也没有修缮技术 因此得回到原厂 修缮费用就相对比 油车高昂 过去车险的投保都以油车较有经验 因此未来新能源车的车险问题 也担心浮现争议 电动车市场还有一个理赔争议 就是未来责任的认定 以前我开车我是行为人 所以我去发生一个 不管故意或是疏忽 发生这个车就是我当者 但是以后我有可能会推卸给 这个汽车公司 因为我办自动驾驶 因为我没有去碰触驾驶盘 那怎么我是行为人 那唯一的能够解读我的责任是什么 因为我是车主 以目前趋势来看 新能源车成长飞速 未来在保险市场 也势必要跟着调整 才能跟上新市场 TVV的新闻 何将谢丹慈怀报导 欢迎回来进入现场 来看到是高雄有家长控诉 带着孩子到咖啡厅用餐 却是吃到了生鸡肉 造成他们现在要吃肉都有阴影 而对此店家已经赔偿了餐点费 卫生局则坦言说 经过鸡查的确有属实 酥脆的鸡皮一掀开 炖饭里竟然是几乎整块 晶莹剔透的生鸡肉 家长拍下这画面PO上网 黑松露的味道他不喜欢 所以我就跟他兑换 怎么肉切不动 然后才一些根本就是从冷 就是从冰箱拿出来的那个生肉 整块都是 只有皮是熟的 然后另外一块也是 那问题是我前面已经吃掉了几块 对 然后我再看小朋友的盘子 他的已经吃完了 高雄的黄小姐17号到连锁咖啡厅用餐 原本想吃牛肉或海鲜餐点 但等到要点餐时才被告知没得点 只好跟小孩都点不同款的三份鸡肉餐点 等了很久上餐 其中是到一半惊觉 有只有皮熟的生鸡肉 当下一阵恶心头晕无力 店家也询问是否要重新制作 就担心再吃到一次黄小姐拒绝 最后店家扣除该餐点的费用 也表示会负责医疗费 只是回家途中 捷云上人感到很不舒服 黄小姐说过了两天还是对肉类很抗拒 无法想象若吃尽肚的是孩子 而有网友调侃她是心理作祟 的确在某个层面上 她的心理的阴影影响到了我的生命状况 卫生局货报后上前击查 就怕民众在遇食安问题 而当天店经理也已经新自制电给黄小姐道歉 并且退还费用 对此店家尚无回应 但对消费者来说务实生肉 这阴影面积还真不小 超过60年历史的东城酱油 也是名模林志玲婚礼时 台南市府送的嫁妆礼品之一 没有想到被爆料 二代在接班之后 为了要降低成本 不再遵循古法来酿造 而是向酱油大厂购买酱油加工调味 被爆出买酱油贴牌 一早东城酱油直接打开门 让人拍摄生产线 豆子都还在晒 统巢里还有刚酿好的酱油 换到包装厂 工作人员手没停过 包含连大型机台都还在运转中 创立超过一甲子 曾是台南市府准备给林志玲的 嫁妆品之一 市面上的铺货率也很高 我东城我家 你知道那个新闻的 我今天早上有看到 就不太想买了 平身标榜古法酿造 使用纯黄豆 一年多前创办人正登奇过设后 换二代接班 员工向周看爆料 为了省成本 向万家向汉高庆全 采购酱油 调味后直接贴上商标贩卖 不再是用时间酿造 老自豪变了胃 对此业者澄清 采用到优质的厂家 高庆全 以及万家商 主要是因为 这两家产品的属性 跟我们的产品线 会有比较风味雷同 当初采用他们的点是希望说 弥补我们的不足 直接承认的确有 像酱油大厂购买酱油 主要是新厂房扩充中 产能不足 但老董事长留下来的五六百吨古法酿造酱油 还在 添购的酱油并非直接贴牌 又经过调味 我们把他们的产品进来到我们内部 我们再去做工位上的调整 那做成我们自己的口味 经过我们高度的严格把关 我们再交由我们的消费者手上 搭着古法酿造的老牌酱油 新一代接手虽然否认换标贴牌 但买了外面酱油厂在加工 对消费者来说已经失去古法酿造的意义 TVBS新闻顾首昌台的报道 新加坡的交通部宣布 2026年开始 从当地起飞的航班 百分之一的燃料 必须要使用是永续航空的燃料 这也代表减碳的国际趋势 已经延伸到了航空燃油 而国内就有厂商 锈到了这股商机 研发智能回收机台 我们的油呢 就是在摊贩或者小吃店打烊的时候呢 它就会把这个油提过来 放进来这个设备里面 然后废气油按照操作 放入机台 系统经过扫描QR Code 就会自动连接到基本资料 接着这一步是最关键 有一个吸管呢 就会从机器里面生下来 然后把这个油做 每秒30次的检测 靠着AI辨识 确认机台所收到的 就是使用过的废气油 而接下来要把这些油 搜集起来回收再利用 等到集中9分满之后 就会把它们全送往后端工厂 如果一开始的审核 没有把它做好的话 就有可能在RAWDATA的部分 已经是有可能是造假也好 或者是人为的蔬食也好 会让后面没有办法去证明 它的来源确实是从废气物来的 那目前台湾也有主要的石油公司 在跟我们洽谈 因为未来未来要因应台湾 是不是能够自产SAF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已经有在跟我们来洽谈 原料的采购 为何前端履历认证很重要 就是因为费食用油 跳脱过往的想象 不用丢弃 反而收集起来 比一般油还更有价值 而且价格也较高 经过多道流程 回收再把它变成干净的原料 回收油再利用 为什么逐渐成为趋势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炼制之后 还能够成为航空用的永续燃油 而且新加坡已经宣布了 从2026年开始 要有1%的永续燃油使用 而且到了2030年 好像逐步提升到 3%到5%的比例 未来能生产永续燃料不稀奇 但如果掌握大量的原料 每一滴都能被检测 是费食用油 还能追溯到源头 才是王道 因此台湾业者超前布局 毕竟再生资源 生产燃料就是全球一致目标 达到减碳效果 可与传统燃料混合 不需要改变基础设施 或调整设备 生殖就是地表的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 因为它们所取得的碳 是从大气中取下来 所以它从大气中取下来的 再排回去 我们就不算排碳 一旦我们开始推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到 有人用了太多的 食物用的作物 所以就造成了 我们的食物的供应 跟生殖燃料的市场的冲突 生殖燃油都倾向 要避开食物的 作物类的这种生殖原料 那用我们平常不用的 欧洲会议和欧盟理事会达成协议 逐步提高欧盟机场提供永续航空燃料的比例 从2025年的2% 预计增加到2050年的7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也同样喊话 要各国航空业加紧脚步 不过它的成本比过往燃料贵2到7倍 而且真的有这么多废弃油能回收吗 目前都还是未知数 对航空业者来讲 如果你获利很多的时候 当然你为了环境的优化 你当然愿意做 可是纯粹从成本的考量上 它还是现阶段还不是那么合算 长程航班 我们现在大概技术上 就是航运的引擎都可以吃到 40%到50%的生殖燃油 混到原来的燃油里面 供应源稳不稳定 你要求了你提供不了 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永世燃料还在起步阶段 但国内有业者受到商机 AI智能回收油机 做的是产源履历追溯 证实确实是废弃的食用油 绝非本末导致使用伪造油掺杂 再把这些原料外销到国外原油大厂 转换成永世燃料 要让这些废弃油 也能成为环保的一份子 铁部的新闻中的长周五轩台报道 多家亲近普清的俄罗斯媒体报道 说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 因为癌症并发症此事 迫使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发布了官方的正式声明 陈其英王还活着 查尔斯三世是在年初 刚动完了社护线的手术 之后又宣布罹患癌症 由于他已经75岁 外界相当担心他的健康状况 而18号俄罗斯的多家媒体 相继报道他驾崩的消息 网络上甚至流传假的白金汉工宣明 消息曝光后掀起讨论 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随即也在社群平台上发文 澄清查尔斯三世还在世 强调有关英王的新闻报道 都是假的 而之后俄国的媒体 也悄悄地下架了相关新闻 轻松一下来看到是 道琪队在18号的晚间是和南韩国家队进行了友谊赛 大谷祥平担任第二棒的指定打席 可惜三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 但是尽管如此 道琪还是以5比2击败了南韩国家队 而大谷的新婚妻子也斗场观赛 跟坐在一旁的翻译水源的太太 有说有笑不时拍手鼓掌 看到激动处还瞪大双眼 拿手折的嘴巴 表情非常生动 转播镜头特别关注 大谷祥平的新婚妻子 前篮球国手田中真梅子 道琪队18号晚间的友谊赛 不仅爱妻到场 大谷的爸妈和姐姐也被拍到 全家出动为他加油 大谷担任指定打击第二棒 只可惜三打数没有敲出安打就退场 连两场比赛都熄火 不过还好队友火力猛烈 以5比2击败南韩国家队 而且到其投手群 整场更赏了南韩打者16K 不过大谷因为右手轴动刀 今年将不会踏上投手球 除了打击以外 传出有可能上场守外野 总教练对此只表示 将会先评估大谷的附件状况 而大谷的其他队友 则是趁机在首尾观光 到期在X平台就公布多张照片 全人到警服工留影 在明洞逛夜市 品尝龙卷风洋芋片等街头小吃 好好放松心情 准备迎接周三的海外开幕战登场 TVB新闻综合报道 国内职棒搜集来看到中信兄弟啦啦队 在今天是新增了两名外援 全员正式公开亮相 不过其他的友队却全出说乐天桃源 疑似因为林湘的离队 祭出了林湘条款 也就是队员离队后一年内不能跳槽 否则要赔偿百万元 全新嗆死曲要燃起百万象迷的热情 中信兄弟啦啦队19号 25名成员全新亮相 卖力热舞新加入的韩国外援编合律 和李丹菲也加码solo 边跳舞唱边队员欢呼声不断 看得出两位的好人员 那一次增加两名超强外援 队内的人气王群区 有没有费感威胁 对我来讲我是觉得还蛮开心的 因为就是看着PS越来越壮大 然后再加上我们因为还有篮球 所以我们的人力非常的不足 全新阵容亮相 已经要为接下来的球技大展身手 但是同样是职棒啦啦队 有周刊报道 林湘从乐天桃源跳槽成为小龙女 让乐天桃源是祭出了林湘条款 也就是乐天女孩未来离队之后 一年内不能跳槽到别团的保证 但对此林湘的经纪人表示 因为有签保密条款 所以不方便多说 但和前东家并没有不愉快 致电乐天女孩的经纪人 解稿前无法取得回应 那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因为 走入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才会离开PS 就是转队的比率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因为这样 而特别修改条款 只是先前李多会宣布转当偶像 成为Blackpink的师妹 公布台湾见面会票价VIP 要两千八百八十元 就被网友直呼 花这样的金额 不能单独合照 还要和其他陌生人一起 很没诚意 亲民女神变得不亲民 恐怕影响粉丝 买单意愿 TV被讯上 中英文中的宣台北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来看到是官方的花莲观光资讯网 被民众抓包 怎么会使用泰国亲迈的 倒浪山景呢 而县府也坦诚有疏失 已经要求厂商下家 打开观光资讯网 映入眼帘的照片 色调宝盒 绿油油一片 远方还有高山 若隐若现 花莲有这样的景色吗 想去拍拍美景 却怎么找都找不到 不对吧 去了这么多次跟印象中的 不一样 这张图偏偏出现在 花莲观光资讯网的首页 民众一发现就截图 潑上网 引起热议 开始扮演柯南 找一找到底在哪 结果竟然是网路图库的照片 一查才发现 位于泰国清迈的 倒浪山景 甚至还被动过手脚 照片左右反转 遭质疑难道在地 没有美景可以放吗 明明在花莲随便拍 都出大片 为何选择用别国的 当物质使用错误的授权图片 我们在第一时间 知道这样的讯息之后 已经请厂商立刻下架 为此我们以后也会加强管理 来避免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 厂商表示 照片有经过授权 是为了呈现倒浪跟山景 才采用 县府坦诚疏 改成六十石山 金针花海的风景照 只是闹这一出真的很糗 虽然改了 但有多少人看过 已经产生印象 青麦照或许早已变成 他们脑海中的花莲 TBI新闻高雄演员们 花莲采访报道 3月17号是爱尔兰的 国庆日盛派翠克节 美国因为有很多爱尔兰的后裔 在白宫外的喷泉 也被染成绿色的 还有哪些庆祝活动呢 要交给记者纽正义 画面上可以看到 美国白宫前的喷泉 变成了荧光绿色 这不是有人恶搞 而是为了庆祝 3月17号的爱尔兰国庆日 圣派翠克节 我感觉很棒 我爱支持白宫 我爱看到白宫 在白宫里面也有活动 美国总统拜登 举办早午餐聚会 接见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 以及多位天主教领袖 其实拜登过去经常谈到自己的爱尔兰血统 还喜欢引用爱尔兰诗人的诗句 虽然圣派翠克节不是美国的国定假日 但是美国各地仍然有不少庆祝活动 印第安那州的彩券公司 每年都会举办活动 把运河染成绿色 圣派翠克节的招牌颜色绿色 不只代表着爱尔兰 也标志着春天的来临 美国华府跟费城接连发生枪击案 华府的案发地点还靠近白宫 有七个人中弹 其中两人死亡 而费城则有男子 是接连杀了三位亲友 警方展开大尾部 屋外持枪远警紧张待命 因为里头的男子刚犯下 惨绝人寰命案 费城凶嫌对继母和妹妹痛下杀手 附近邻居听到枪响吓坏 还有人紧急逃出家门 随后男子又残杀女友 左姓未成年小孩躲过攻击 隔一天华府也听到枪响 凌晨枪击案只距离白宫十分钟车程 动机不明嫌犯人在逃 但年年攀旋的暴力案件 引起关切 反恐特警署枪战刺激场面 最新一季特别和民间组织合作 剧情融入枪支使用安全宣导 尤其持枪犯罪年龄也下修 甚至是造成全美儿童死亡最大宗 高过车祸意外跟癌症 这回好莱坞透过自身影响力 还有明星的知名度 提升大众对安全用枪的意识 TVB的新闻读到 中国恒大地产公司主席许家印 被大陆的证监会指财务造假 终身禁止进入证券市场 怎么回事要连线资深记者陈丧如 根据恒大地产所发出的公告指出 大陆证监会对中国恒大主席许家印 及副主席夏海军等七位管理高层 进行行政处罚及市场进入措施 大陆证监会指出 因为许家印决策并组织实施财务造假 手段特别恶劣 情节特别严重 而副主席也是 根据大陆证券法的规定 要对许家印夏海军两人 实施终身进入证券市场 并分别罚款4700万 跟1500万人民币 另外还对许家印及中国恒大 新增了一则限制高消费令 3月18日 因为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旅行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起伏义务 许家印及中国恒大新增一则限制消费令 涉及借款合同纠纷案件 申请人为湖北银行股费有限公司 贤宁分行 天眼风险信息显示 中国恒大目前存在 11条被执行人信息 被执行总金额炒85亿元 许家印被限制 不得进行高消费行为 包括住星级酒店出入高尔夫球场 购买不动产旅游度假等等 您是内向还是外向的人呢 内向性格的人往往会被贴上负面的标签 被不以为是害羞孤僻或是不善言辞 但是你知道吗 根据调查有70%的成功者 都是属于内向性格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外向者 直到我在大学的时候 遇到我们心理系的老师 然后他跟我分享了 内向者跟外向者的差别 然后我才知道说 哇 原来我是一个社会化的内向者 心理学作家海台雄 每周都会录制Podcast 分享生活点滴 说故事给大家听 这次谈论的主题是内向心理学 在节目中也松口 自己其实是一位很内向的人 每天有80%的时间 都在与自己相处 透过写作录音打造安静 独处的空间 表面上看起来我是外向的人 但实际上我是个内向的人 你会看起来很喜欢讲话 但是你讲的话不是那种 一般闲聊的垃圾话 你会比较喜欢深度的对话 你会需要时间独处来恢复能量 你可以想象你就是一台手机 然后你会需要一点时间去充电 在一边充电的过程当中 是不能有人跟你讲话的 你需要时间恢复精力 所以充电跟反思 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但内向性格的人 往往会被贴上负面标签 时常被人误以为是害羞 孤僻或不善言辞 面对外界的不理解 海台雄表示 其实内向的人 并不是不善交际 只是更喜欢独处 那内向者你就可以想象成 他是关注在大脑里面的 这个巨大的海豁宇宙 那外向的人 他关注在这个大脑以外的 那个大的宇宙 所以我们只是关注的事情不同而已 并不是代表说 因为内向的人就比较自私 或是内向的人 就只是比较想到自己而已 在社会上 见谈开朗个性外向的人 仿佛就是人格的最佳榜样 而不善表达含蓄内向的人 普遍被认为想法难以捉摸 让人摸不着头绪 但其实根据调查显示 有70%的成功者 属于内向性格 像是爱因斯坦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Facebook创办人祖克伯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林 甚至是巴菲特 以及台积电创办人张周谋 都是性格内向者 通常这种特质的人 会比较专注在自己的想法 经验和感觉 擅长出谋划策 扮演幕后军师的角色 被研究者 他们并不是一般的人 他们是已经干到 非常高阶职务了 所以他们一般来讲 他们拥有足够的社交技巧 他们其实也有足够的 比如说演讲的能力 然后可以去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些人际互动来讲 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的特质是在于说 很多时间留给自己 做分析 做研究 做省思 然后看比较善于沟通 比较善于了解 别人的想法跟情绪 所以他们是属于 比较分析研究 然后深入问题导向的一群人 一般来说 许多家长会担心 自己的孩子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不喜欢展示自己 但资商心理师表示 孩子个性内向 并不是一件坏事 优点是会花更多时间 进行反思和观察 思虑整命并善于倾听 往往是最好的听众 容易与人建立深厚的关系 同时内向的人也更加独立 内向的人他会对团队里面的人士 发言很认真的去听 再来内向的人 喜欢思考全面之后再做发言 比较能够享受 拥抱 孤独 所以像是贾伯斯 他自己有在学禅学这样子 然后还有这个我们知道 哈利波特的作者J.K. Rowling 他本身也对这个meditation 冥想这件事情很有琢磨这样子 这些一个人做的事情 其实真的要耐得住孤独 不容易内向的人可以做到 那常常在自我探索的过程当中 创造力就出来了 心理的力量韧性就出来了 内向外向不分好坏 不必相互比较 每种性格都有各自优缺点 将擅长的部分发挥到最大值 就能够顺利通往成功之路 TVBS新闻 郑胜伟 刘燕轩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郑胜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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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